藍隊 好 我們現在邀請 藍隊 來到 第一屆炸裂吧女孩 冠軍的隊伍是 PICK UP BLUE 藍隊 恭喜你們 炸裂吧女孩 第一屆獲勝隊伍 PICK UP BLUE 這藍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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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現在邀請 這藍隊 藍隊 我們要先邀請 我們的評審長 羅志強先生 來到舞台上 幫我們頒發冠軍景旗 好 來 請幫我們頒發給 藍隊 恭喜 PICK UP BLUE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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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聖雨喔 完全沒有想過 投票這次公演 我們是最後一名嘛 其實我們心裡都還滿 失望低落 然後結果馬上公布總冠軍 是我們 你知道我們的心情直接從那個 從下面再飆到上面來 就是那個轉換情緒有一點怪 就是很開心我們拿到總冠軍 好 請發表冠軍感言 雖然我們今天總冠軍賽的票數不是非常的多 但其實今天我們 對於今天的舞台 我們並沒有想要跟其他人爭或者是比較任何東西 我們其實想要讓大家看見我們藍隊的匯變跟成長 對 所以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老套的一句話就是 Never too late 因為我們藍隊可能是整合最慢的隊伍 可能是需要最多公通的一個隊伍 可是我們在最後的時候 居然拿下了這個冠軍就是 我們真的做到了 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隊友們一起努力拿下這份冠軍 謝謝 巧聞哭成這樣有要說什麼 唉唷 沒有就是 我覺得我從體育圈來到這裡 我真的感受很多 然後 我認識大家真的很開心 謝謝你們 謝謝炸烈吧女孩 謝謝炸烈吧女孩 我們在旁邊 smith grad 阿蕃